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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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大家出席今天由CDI和科大跨国关系研究中心 合办的一个香港101的课程简介 今天什么是101呢 101其实是透过研究和描述的对象的学问 透过不同的层面和否释专题的探导 让大家可以认识香港殖民的历史和发展 其实这个课程中主要的讲员是洪清廷博士 洪博士是一个著名的时事评论员 亦是香港学协会的座会主席 今天请洪博士可以尖隔整个课程内容 好 多谢大家刚才谈了一会儿 这里有些是CDI本身的网络 另一些就是留意这些问题 个人的兴趣 工作上的需要 或者是看一些文章之类 好多谢大家 这个时候有兴趣 今天这个课程呢 今天这个简介呢 其实就是一个課程 七十二讲的课程一个简介来的 这个七十二讲的课程呢 就是分到四部分 大家手上有点点简介 不过简介已经需要更新的 即是极构上各方面 可能有些改动 不过就是现在最多人有兴趣的 第一二部分就可能改动不大 一会儿我会详细介绍 这七十二讲呢 就是刚才有些朋友都知道 就是香港人是没有人试过 甚至我相信全世界是没有人试过的 这也是真的 即是竟然做这些事情 因为无论香港或者世界的潮流 都是讲专业专科分得很小 就是政治的 经济的 金融的 社会的 福利的 教育的 之以此都知道 几大块 下面呢 就更分到很多块 然后一层层的分 你可以分到三四层 学术界正正式式的 全世界或者香港都是 讲到香港的时候 就拿这几十层 一层的很细微的 里面一个小的题目去做 通常你会见到论文 或者学术界的论文 通常就是 一开手就说 我所做的事情 是哪一部分 不包括哪一部分 和哪一部分 基本上是这样 去到很仔细的地方 去很精准地 他们学术要求精准 去看问题 我觉得 这样做是很大的问题 不只是我觉得这样做是很大的问题 全世界都觉得这样做是很大的问题 不过全世界都不知道怎么办 这不只是香港 欧美 中国 日本 香港 全部都是这样的专业专科 转到这么尖的范围里面去讨论问题 而且全世界的学术界的精英 他们的智能 智能 全部都放在那里面 到底对这个 世道人心 对这个社会的现实 有多大帮助呢 很多人在反省 教育 这个前途 研究的作用 各方面 这个是很多人在探讨的 但是声音还是很小 更大的问题就是 你探到问题了 怎样做 有什么可以取代 取代之后 接着会怎样呢 这个就是一大堆的问题 现在还在探索中 香港人现在搞通识了 通识就是 企图解决这个问题的 香港的通识将它当作入大学的必修条件之一 而且公开考试 然后全港统一去评 然后计分 然后中英数之外第四科 加上要一定会合格 才可以入大学 这个全世界 几乎是没有的 就是我所知 香港是很 通识很前卫的 你可以说 就是创世界先河的 真是 不过呢 接着大家会发觉出现很多问题 不过 这些问题 我相信 接着还会有很多很多 我这个香港学 自己一个人 搞了二三十年 就是海港的不自量力 不自量力 是企图将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哲学、宗教、福利、民生、教育全部 不自量力 不自量力 不过我就落在其中 很个人 很有兴趣 这个当然和我个人的背景、经历、出身、知而似 都有关 个人的兴趣 有关 我的生命、我的生活 和整个题目之间的关系 我想做这些一定是这样的 这些一定不是一份工 而是一个生命 或者生活方式 几乎 我睡觉的时候也想着它 睡觉又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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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觉第一件事 起床又想着它 尤其是每一次睡觉之后 就特别清醒 特别灵感丰富 一个就是睡觉之后灵感丰富 想到很多东西 本来好像不是很通的 不是很懂的东西 突然起床好像通了 好像是 后来发觉还有很多问题 另外一个 通的时候 或者认为通的时候 就是什么 行山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经历 那些人 研究拜安的人 就是什么 行山之后 半个小时 45分钟 身体内分泌释放 那些人 那些所谓的脈絡 或者什么什么 那些东西 成身 就会通电 本来想不通的东西 没有可能自己 封锁自己 就是有时候思路 自己封锁自己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走完山之下 就没有了 Galibarrier 就没有了 这种是Lifestyle 就是香港学 对我来说 是一个生命 是一个Lifestyle 是一个生活方式 完全结合 我希望在这里的七十二讲的课程 其实就是看看有没有一班人对这个题目类似的兴趣 因为我不知道我可以给到什么给大家 老实说 我只是我有一个兴趣 我有一个这样的二三十年的想法 和大家分享互动 然后一起做 之后我一定可以做到给大家 但是不可以答应给大家 一定能够好像正式教育里面 大学中学小学研究院 给多些课程内容给大家 已经整好了 对吧 是 3Camp 8也好 Jography也好 一科一科好完整 学问的结构体系 很完整给大家 我没有了 虽然我会认为 我的东西是由小学中学大学 去到研究院 甚至到大学之外的东西 都涉猎到 但我已经成为一个体系 可以给大家这些东西 我希望这个课程在七十二港里面 可以给大家摆出那个阵 铺开了整个问题 和问题里面一个个层面 里面有些什么 大家一起讨论 讲得对不对 或者加点减点 或者结构重整之类 希望大家可以 希望有些人可以一起做这件事 这个我七十二港的设计 就想达到这个目的 我这个七十二港 其实已经想了很久 起码五六年 去到大学那里 去到中学那里 去到电台 去到报纸 去到大学那里 这几年都讲了很多 今次是第一次 将七十二港全部铺出来 大家手上有一份 七十二港里面的题目 将它全部很完整的 或者我认为很完整的 铺开出来 希望可以 有些人会 全部好或者选择性 其中一部分有兴趣 因为我们整个课程七十二港 就分成四部分 一会儿我会详细讲 你可以报一个部分 不一定全部都报 其实我最希望有人报到全部 因为要救人才开到货 不救人是开不了货的 这个大致上我讲的 今天大家坐在这里 我跟大家谈 背景和目的 在这里 我们现在可以开始进入 介绍 我今天的介绍 第一部分 大致讲什么叫香港学 第二部分 就是将七十二港里面的四个部分 都略略介绍一下 大家讨论一下 还有一部分 我身家的 大家可能不知道的 就是所谓形容香港学 应用香港学 就是applied applied applied 香港学 啊 这里 applied 香港学 什么意思呢 这部分就是加送给大家 希望 这个就是 出email的时候 大家没有想到这 什么叫applied 在香港学 就是将我七十二港里面所讲的东西 那些想法 那些分析架构啊 或者一些自以认为是一些理论之类之类 应用在今次和上一次 2003 今次2011 替报机制 和上一次2003 23条 分析了两件事件 昨天我做了另外一个讨论 我做过这件事 就是药幕 讲了一部分 今天呢 就是 就是 如果有时间 就是 用七十二港 香港学 里面 这个架构 去看 2003 23条 和今年 2011 替报机制 这两件事件 因为呢 第一 因为我经常被人说 那些文字就是很抽象 一大多名词 不知道去讲什么 都不知道在讲哪件事实 哪些人啊 哪些什么什么 那些 最近我 有一篇文字分析 曾俊华和三个特首 有疑似候选人的时候 在明报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 星期日明报 有一个星期日明报 我有时候在那里写文 写成版的 即四五千字成版 大家可能上网搜索 现在可以看到 就是分析三个疑似特首候选人 加上那时曾俊华派钱的时候 我就写了一篇 那些网上的人传来 突然间说 红青田以前写文都不知道他讲什么 是这两篇文 才突然间发觉他写的文都可以明白 我今次用applied chronology的意思就是 我那两篇其实都是一种applied chronology 就是我的想法具体应用在事实分析上 其实我一直都在做的 二三十年 不过以前就是飞走了事实 其实我每一个字每一句都有事实根据 都有数字根据 要不然就不会憑空想这些东西 不过我就认为那些事实 那些这样的例子对我来说不重要 这跟香港人刚刚相反了 香港人说过要实牙实耻 要事实 要什么什么什么 事件 事实 案例 事实是不重要 但对我来说那些是不重要的 后面那件事 那个人 他的想法 他的说法 反映了后面一层层的历史文化 意义 来源 和这些一层层的东西 形成一个总体的framework 以及framework里面的一些理论 我觉得那些才是最重要的 对我来说 那我经常写了一块 飞走了这些事实数字 那些人就经常说 不知道你说什么 很抽象 一大名词 那我今次又是了 用72港里面 这样的分析架构去看 2023条和调保机制 这个是第一个原因 因为我被人说得多 要自己检讨 保不足 用这个方法 第二个原因就是 无论是23条或者今次的调保机制 但是你都会觉得香港的媒介 或者整个舆论是针对一些个人的 他的人啊 他的事啊 那些东西 我觉得是很不够和很不公平的 不够的意思之后 对问题太简单 以为一个是这个衰人 林瑞霖衰人衰人 他似乎是这样做的 我觉得这样是不够的 因为林瑞霖为什么会这样 他后面有很多原因的 还有不公平的意思是 换了一个环境 环境不是这样的时候 他可能不是这样做 把全部的责任归放 归够于一个人 我觉得是不公平的 而且对于讨论的问题 理解的问题是不足够的 是不足够的 基本上是无补于事的 在事情发生之下 用这样的方式去看 结果你能够对问题的理解 整个社会人对问题的理解 是很肤浅的 很简单的 很简单的 解决问题 这家的问题 帮助不大 当然我不是说林瑞霖没有问题 我不是这样的意思 他有很多问题 不过我觉得问题 更多 大家所看到他身上的问题 这是我的重点 他肯定有问题 我跟他都见过几次面 其实现在的官员全部 我都跟他们很 怎样说 不可以说朋友 或者是熟 但都有很多接触 由董建华 92年那时候 找我讨论了半年 一个月讨论一次 两个人 一个小时 跟着曾荫权 唐英年 肥棒 张曾 林瑞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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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明阳 全部都 大家这几十年 都有很多交往 他们有很多长处 短处 他们有很多问题 但我觉得主要的问题 是总体性的 中西文化在香港交叉膨胀 我创造了一个名词就是Hongkongology 大家看到这个字 希望将来可以进入Oxford的字典 还有我要声明 香港学这三个中文字不是我创的 有一个以前《经济道报》的另一个总编辑创的 在八十年代大陆很流行 不过跟八九六四之后 大陆都禁止了香港学 可能他们觉得香港人太过先进的傲慢 现在有一个名词叫做先进的傲慢 或者现代性的傲慢 香港人太陈 八九六四的时候 搞到整个好像颠覆机 于是八九六四之后 你发觉整个香港学习惹了 在八十年代《香港国家》初期 香港的模式是提供给大陆一个很好的示范 而当时在大陆里面兴起那个香港学习 那个叫做陈可坤 他就是霞门大学 即是香港那份《经济道报》的总编 现在退了休 在大陆那里有二三百间大学的研究所 当时的香港学研究所 就是诚系 打小招牌 哥巴琴夫大家知道是谁 他就说很羡慕 跟赵紫阳和邓小平都很说 很羡慕中国有一个香港 澳门台湾之类 还有海外华人 他可以提供给中国 在这样的封闭了几十年 共产主义的经济体系 要改革的时候提供一个示范 而苏联是没有的 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共产主义国家 基本上那些私产全部清了 清了整个世纪 这样的集体经济 计划经济全部经历了整个世纪 对于资本主义 对于市场经济 对于利益 对于这个work incentive 和motivation 个人的财产 个人的兴趣 个人的能动力 个人的性格 他们已经失去了亿 但在大力开的时候可以看到香港 然后去做 不过1989之后 因为这样的原因 所以被盖住了 中文我用来用 英文我创 我创的另一个英文字 大家一会看到的 叫做ex-clash cultural ex-clash 就是exchange和clash 两个字合在一起 什么意思呢 因为现在讲文化交流 如果你是比较保守一些 或者什么一些的话 就是常常讲文化交流 就好像和和气气 没什么问题 好的东西送过来 好的东西送过去 大家一片和气 但另一边讲文化交流的时候 就是强调文化冲突 第一 我在七十月讲里 有一部份讲了这个 就是文化交流 以冲突融合 其实三个步骤是一气的 不同的文化 一次来 必然有一个冲突 必然有一个交流 然后必然有一个融化 或者第四 就是生生死死 形成了另一种新的文化 之类之类 就是那个生命 这种过程 在人类历史上 是很常见的 是一个正常的状态 甚至你可以说 这个是一个历史过程 所以我有一些时候 写文的时候 讲到文化交流的时候 就是用文化交流 就是冲突 以融会 三个字 一齐 通常如果大家留意 那些文文 就会三个名字一齐 三个名字一齐 不只是讲文化交流 那些文化交流 那些文化交流 就是英文 是exchange 和crash 所以 另外创一个字 就是ex-crash 我用这个七十二港的 香港学的framework 和理论 看法 和perspective 去看二十三条 和提算机制 所以我发觉 我发觉 this out 三十个重点出来 一会儿 大家可以看看 一会儿 一会儿有时间我会 聊聊介绍 应该是 四十一 四十一 其中 现在新闻界 媒界 最重见到的 就是两三个point 这四十一 要点 我认为是要点 能够比较全面 去看两个问题 其实两个问题 不仅是这两个问题 其实两个问题 再扩大一点 你可以把它当成香港问题 其实很多时候 你都发觉 这两个问题 所反映到的 pattern of error 就是错误的模式 像今次 泰保机制 很多人和2003年 23条一样 拿来做比较 我发觉 大家那边报纸 我看到 那些 记者 或者分析文章 弱幕 有四个影点 是很相似的 问题就是 喂 当时已经是这样错 为什么今次再错一次 而且 几乎合了 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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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条件 这个 叫做 pattern of error 这个字 我现在比较少用 以前 董建华的时候 经常用 这个 因为他真的是 pattern of error 不断地重复 用那些词 那些身体语言 都 每次出问题 都是这样的 其实我觉得 无论是林遂 或者董建华 其实是很可怜的 第一 他们很直接同情 因为 他们 我认为 他们 在历史潮流里面 面对的问题 他站在位置 他自己不知道 他不知道 不知道这个历史是什么 不知道这个世界是什么 不知道这个社会是什么 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所以 古大程度上 很值得同情 因为 我七十二港里所说的 香港的状况 将它放在几十年 几百年 几千年的历史上去看 所以 哪个人做都可能很大程度上犯错 不过可能感错 可能感错 不同程度 因为香港的问题 香港的问题 其实不仅是香港的问题 香港的问题是中国的问题 甚至是中西文化之间 甚至是整个人类历史的问题 所以无论哪个做 其实都是很难做得好 不过董建华和曾任权和林瑞伦 有一个很大的分别 就是 我认为董建华不知道自己站在历史上 哪个位置 他认为自己知道 董建华他认为自己知道 1992年我和他聊天的时候 我认为我明白他 他不明白我 我认为我明白他说的那些东西 他不明白我说的那些东西 有些人会说 香港的基本状态 如何管治香港 搞出后如何如何如何 肥胖又如何 之而此之 反过来我觉得很强烈的感觉 他同时觉得 我不明白他 他明白我 董建华 所以后期大家有没有留意 他经常说香港人不明白中国 你看不见 你不明白中国 中国以前是 这样这样 现在就改了 没有了问题 中国好 香港好 一大堆那些 我最恨他的一件事 就是他经常 以自己的背景所看到的中国 然后看香港人对中国没有了解 大陆香港一半左右的人是大陆来的 第一身经历过中国共产党的统治 无论哪个阶段 由49年之后到现在 哪个阶段 好的、坏的 现在的、以前的 他怎会对中国没有理解呢 只不过他理解 和李董建华的理解很不同 你便认为他理解那件事 是唯一的正确和真理 其他人如果跟他不同 或者是相反 他便认为别人是不明白 他认为自己明白中国 明白历史 甚至有一个大的作为 要把香港放在历史阶段里面 知而此 这个就是董建华 从我的角度来说 他基本上是错了 基本上是错了 而且刚刚相反方向错了 很有趣 曾荣权、林瑞伦 他刚刚跟董建华相反 他们同样不知道自己站在历史的位置 但是曾荣权和林瑞伦 他们没有认为自己要懂得 自己站在历史的位置 这个就很不同 董建华就是 他的出生 他那种所谓余伤 中国情怀文化的意识 他要求自己在历史阶段里面 明白自己站在哪个位置 为历史做国宪 为中国人做国宪 甚至 大家记不记得他初初的时候 上任没有多久 就说我已经排了期去美国 改变美国人对中国的错误态度 记不记得 金融危机一出的时候 就取消那个行程 大家可能不记得这些故事 这些十几年的故事 他就很有意识地 大家知道董建华的背景 他家里是董浩雲 很多人跟着蔣介石搵食 当时就做船务 很多人说他家里和蔣介石 那些国民党的政府 政党的关系很密切 他那个船里有个梅花蜜 现在应该还在 梅花蜜 原本他是 就是国民党那边 后来有问题 大陆 蔣经国就不再 不出手教他 霍英东 转戒之下 大陆帮他 由台湾转到北京 但是他本身 一开手的时候 又受庭訓 要对中国文化 世界 国家民族 历史 有所贡献 所以他就是 很长时间 即使做了特首之后 长时间提名都用毛笔 用毛笔签名 虽然他的书法 我觉得很难看 董建华是这样 曾荣权就不是了 曾荣权和林瑞伦这些纯粹是AO技术官僚 技术官僚 在英国人的培养之下 AO是纯粹一个技术官僚 世界一流的 香港如果没有AO就没有香港 老实说 香港如果没有AO就没有香港 他们是整个香港的运作体制 社会体制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所谓Cornar Stone 现在有五百多个 我们七十年代大学毕业金人船 一年收几个 去到八十年中突然一年收十个八个 他们是精英中的精英 但他们的问题都在这里 因为一日精英就是一世精英的了 一世精英的意思就是 你不可以有持觉的意识去反省 我到底站在这个位置是什么 你只能够继续在帽子里做好它 当然不简单 这件事本身就不简单 但是当历史环境转变的时候 你用以前的模式就很大问题 以前的模式是什么呢 以前的模式是什么呢 他们绝对不敢说 这间房间、这个办公室之外的东西 他们自己去看一看 社会怎么样啊 政策怎么样啊 甚至 他们为了避免conflict of interest 要公正啊 要detachment啊 要抽离啊 他们会和那些亲戚疏远的 就是做官做到那个 就好像做法官那样 你知道大家知道 法官的这样的社交圈子很小 因为他尽量避免和商界啊 或者其他的什么什么什么 甚至亲戚朋友同学 都要尽量避免涉及的案件啊 或者这些社会实际事务啊 更加不可以涉及案件 AO其实也是这样的 他们的粗手迫到他们 使他们要很谨慎 他们不会看出窗外去看世界 除非老板叫他看出去外面 出去外面走一走 他不会自作主张去走一走 曾经有一次 董建华在那的时候 我帮林顺玲说 最近很多危机啊 一日出几次 其实那些事情 有些事情是真的可以一早知道的 有没有可能一早就董先生 或者认识一下他 那些人正在来的 风打到来了 林顺玲说 我们AO的professional ethics 就是AO的职业操守 Professionalism的ethics是什么呢 老板不问的东西 我们不会自己提 这句意思很重要的 因为这个就是agenda setting 就是agenda这样set 我们今天开会讨论哪个问题 就讨论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之外的 out of agenda 你不要出声 你出声提出一个新的agenda 新的问题出来 就是等于潜越了老板的权威 因为讨论哪个agenda 哪个item 其实就是老板的prerogative 他的专责和专权 他的特权 如果你不知道哪个 你会看到 AO他们的做事的方法就是 整个世界的reality 的现实是什么 由上层 给你 跟着 policy 跟着你才去做 大致上会是这样的 这种做法在大陆来说 为上为权 不是围持的围 不是围多利亚公园的围 不是大陆的围权 是唯一的围 这是陈云所说的 唯一的围 就是做事 只是看上面 唯一的围 口字 唯上 上面出什么风 大陆现在都是这样的 每一个官员每一早起床 今天调子是怎样的 到今天都是这样的 搞经济的时候 以前搞政治是这样的 现在搞经济也是这样的 因为调子是上面设定的 今天吹什么风 为上 为上是问 为上是从 为权 谁有权 这种 这种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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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对不会说 就像董建华那样 面对历史 我进入历史 进入人类的文化 意义价值 道德 那些东西都可能碰到 不过 在上面和权力所界定的范围里面 你不要自作主张 走进这样的范围 超越你本身的组织 机构老板 画给你一个圈 然后自己去 有些人 AO里面 大家都知道有些人 生性都叫做 到处供 到处移动 不过这些人 第一 进不了政府 AO不会聘请你 因为他有一个方法 就是 把所有人都搜索了 因为成绩好的人 通常都会是这样的 比如陈安生 中学的时候开始 好成绩 然后大学又好成绩 中学好成绩 大学的时候那些人 不会这么拐拐的 不会到处处成的 那他们 基本上就会 符合中的 应事 应付的应 考试的事 应事文化 这些应事文化 去到AO 官僚体制里面 很好用的 他选的时候 就专门选这些人 即使 选了一些 困困的人 进去之后 他还有很多 两三层的 认识的 有些人 就是过不了的 或者自己不肯做 我有很多朋友是这样的 就是那个人本身 他有些独立性格 有些自己的想法 自己对学术 对政治文化 文史节各方面有些兴趣 自己看书 关心时事 自己想想 自己讨论一下 在里面 做不下去 所以他们这班人出来之后 形成的整个AO文化 就是 不会像董建华那样 不会像我们今天那样 讨论那些问题 不会的 这些事情 对他们来说 是很不等待的 不可操作 即是你讲这些 跟我现在这样的事情 有什么关系呢 我怎么听了你那些东西之后 即使我信了你说的东西 我怎么放在我的工作里面呢 没得放的 因为距离太大 第一 你所说的东西不知道是什么 第二 你所说的东西 怎样翻译 变成我们这个组织里面 现有的观点 那里已经有很多距离 和很多冲突 即使可以翻译下去 你想不想这个agenda 跟着 我有没有权 将我现在所看到的东西 变成 那个行政上的一个操作的技术 使得这东西出现呢 即是很遥远很遥远的 中间很多转接 很多的uncertainty 还有很多脱钓的东西 你会看到现在 AO出电视脱钓 其实就是这个原因 因为反过来 现在社会要求你 贯通了 这个就是我会讲到 现在现代社会 资讯社会 你现在站在这个位置 你这个政府官员做任何一件事 一个动作 我要每届 或者我们市民要求他 你拼到整个道理出来给我 但是他这些人因为拼不到 中间你会发觉 互相矛盾 但那十个八个程序中 他是脱离的 就是全部断掉的 那这就是董建华和AO的一个大的分别 现在自港人除了董建华这类人和AO之外 另一个就是专业人士 专业人士无论是金融医疗的会计工程 这些专业人士或者是法律 除了法律之外 专业通常有一个问题就是和AO类似 他们在本身的专业里可以上到世界第一 但专业世界里所看的东西是很窄和结构严谨 他们要求precision 要求准确性 要求certainty 他们不会take risk 不会冒险 不会放纵自己的梦想 但是现在我们香港在目前的情况之下 在中西之间的交叉 很多时候需要一些创意 一些跨越几个文化的突然间光彩 他们完全是给不到的 我这个《香港学》 其实除了个人的兴趣之外 都是经常看着这班人这样搞 不断将他们这些正面负面的东西 拿来做例子 然后放回整个思想系统里面 写成一些文章 然后将这些文章 大家现在有五六百万字 登了报纸 将它总结成这七十二广 我现在介绍一下我们 刚才有一个介绍 现在入正题 好啊 Tony可不可以给我一些水 不可以给我 好了 我们现在入正题 刚才是倾行解 不过现在几个钟头都在忙 不可以的了 哈哈 好 第一 我简单来说 经常有人问我 什么叫香港学 十几十年前 陆公伟 又是这样问 陈方安生又是这样问 可不可以一句说完 他经常是这样的 不过现在熟一点之后 他们不敢再问 他们现在说 哇 你这个东西很大 那一块 什么来的 我真的看不明白 我说是呀 如果你觉得自己不明白 你开始进入问题 不知为知 就是孔夫子说的 当你知了自己不知道的时候 你可能开始知道了 知道一部分了 我相信大部分的官员都是这样的 曾荫权 Michael 唐英年 犯罪励泰 是呀 一个比较的就是梁振英 大家都看到 他写文 三四年前开始写文 我就知道 他写了三篇之后 我知道他有几年写的了 因为他这样的人 如果不是打算写三四年 他不会写那三篇 一开手的时候 不会写那三篇 你明白我意思吗 他是这样的人 很有计划 那三篇 在《明报》 三四年前 那时没有人留意 我周围帮人说 梁振英 跟着三四年 很多人玩 没人相信 他玩也没用 还玩什么 不会的 我说不是 因为他如果不打算玩三四年 他不会写开手的三篇 我现在 什么叫做香港学呢 就是如果要 一句说完 香港学是给香港一个说法 那这个就是 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个说法 跟着的问题就是 这个就是回归之后 这二三十年来 我们面对的问题 这个说法 是很大陆式的 是吧 是吧 记不记得大陆 有出很有名的电影 很早的了 十几年了 秋菊打官司 是吧 秋菊打官司 要讨个说法 哇 这个是一个很 humble的要求 就是一个人 人 我不要讨公道 我没有奢望要讨公道 我只是讨说法 你告诉她 你都有文化 你怎么样看 你会今天发现 你怎么看 你这个件事情 你怎么看 你这件事情 你怎么看 这件事情 你怎么看 你这个简单 我要讨讨论外 在讨论外 来说法 你还将自己当作一个人 你是一个主体 你才会要求草说法 草说法虽然很渴望 但是私底下内内 你是说我是一个人 我有一个要求 中国文化内的含义 香港人一般来说很难明白 因为我们无需玩这些东西 但是在大陆 草说法就有一层层的历史文化含义在内 而你将自己当作一个人 你有自己的生命 你有自己的主张 你有自己的看法 你觉得这件事不太妥 我要希望你帮我说清楚 这个就是犯了中国文化一个大的禁忌 因为中国文化基本上一个人是由上面帮你解定的 由文化哲学到政治 经济 社会地位 一生的荣辱 在中国文化里面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 有些人看完之后很震撼 但大部分人是没有反应的 我的篇文里面说 在中国 只有中国人 没有人 即是在中国 你成为一个人之前 你才能做一个中国人 你才能做一个人 你不是只是一个人 才能做中国人 所谓中国人的意思就是说 你是由整个道德文化 近乎宗教性地界定了你符合这个标准 符合了人禽 现在通识讲人禽之变 即是预道式里面所讲的人的条件 你才是一个人 否则是禽獸 符合这个条件 你就会是一个中国人 你不会是一个born human being 或者born person 在联合国里面 人权宣言就刚刚相反的 不是这样的 人权宣言就是生意 是一个人 你就是一个人 你有基本的生情权 之以此之以此之以此 就是没有宗教 文化 历史 其他任何的先决条件 不用符合那个条件 你才能做一个人 你生出来就是一个人 就是一个人 但是在中国文化里面就不是这样的 而讨说法 你又将自己当作 联合国人权宣言的概念的人 虽然在中国国情之下 你就不能说是讨公道 你只是讨说法 这个已经是因应中国国情 而调整了自己存在的方式 这个香港学其实都是这样的 香港是什么 可以是什么 应该是什么 我们应该和可以做些什么 当我们说香港是什么的时候 有些人会认为香港不是什么 在网上 大家有没有留意 在网上 三四年前流行一个很长的帖 名叫做《香港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 大家有留意这个帖吗 很长的 我download了下来 很有意思的 那个结合了中国传统文化 对一个人 对一个地方 对国家和人之间的关系 政府和人之间的关系 然后结合具体的香港人回归之后 每一次不满反应示威 对中国的批评 对特区政府的批评 不满意之而此 每一次事件结合在一起去说 那个算是写得很努力 也有些水准的 那个就是说香港你不是什么 你不要以为你是什么 那我的香港学就告诉你 香港是什么 所以香港是什么 那个意思 你不只是说香港是什么 而是看起来 有些人说香港不是什么 我现在告诉你香港是什么 那个层次就是这样 这样转过来 接着 香港是什么不是什么 在历史不同阶段有不同的说法 我写的照片文就比较 19世纪和20世纪 中国人尤其是所谓的时代先进者 中国的时代先进者 对于香港的看法 那我发觉从这个角度来看 很有趣 无论哪段时间 中国的政府 中国的官员 无论是满清的 民国国民党的 或者现在中国的 中国人民共和国的官员 所谓建制 政府那个正统建制的人 对香港看法是没有差别的 第一是历史耻辱 第二是重乌立教 第三是中国文化化外之地 第四是为利是徒 大英就什么什么 对于中庸权威不尊重 之以此类 这个基本上无论是满清 民国 中国 建制 正统官员都是这样看的了 基本上没有分别的 或者分别是程度 但是最大的分别 就是在于19世纪和20世纪 所以时代先进者 对于香港怎么看 所以时代先进者 通常是革命派 国家派 这叫时代先进者 19世纪孙中山 红人汉 郑观应 成班人 何启 成班大陆的匈友为 梁启超 之类之类 他们有 某个很大程度上 那个肯定 还有太平天国 大家知道红人汉 在英华南校读书 在英华仇世 在孙中山 在香港仇世 他们尋求中国的改变革命和出路 这个时代先进者 对于香港是有一个肯定 希望将香港整个模式 转入中国 二十世纪 尤其是开放国家之前 整个世界潮流很不同 因为二十世纪西方 资本主义 两次世界大战 打得残 自己打倒自己 整个思想 道德 经济 政治 军事的真空 西方自己也认为 抹世抹落 兴起的是什么呢 兴起的是共产主义 不过共产主义 不是在欧洲的先进工业国家 而是相对落后的 未工业化的 未发达的 农业社会 比如俄国 或者东欧 中国 东方 夺取政权 在西欧比较先进的 它有共产党 但是 它夺取不了政权 在俄国 中国就可以 中国的情况 就是 未有资本主义 或者初期的资本主义 已经要反资本主义 再进一步 就是超越资本主义 进入共产主义 和社会主义 包括 那些事在先进者 老迅和很多知识分子 他们都觉得香港是很不顺眼的 绝对不会想到把香港的东西搬到中国大陆 这就是两道之间的差别 我说香港是什么 在不同历史时期 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看法 这里有很多很丰富的内容 如果学术界要做 刚才我所说的 已经可以出一百几十篇博士论文 就是刚才所说的 刚才所说的 香港是什么 我们怎么看 有些人说 不是什么 你不要以为自己是什么 跟着不同的时代 不同的人 官方又怎么看 时代先进者革命派又怎么看 在香港 但这一大堆 已经可以出一大堆博士论文了 所以我觉得香港学学需要整个研究机构 一百几十人左右 差不多 而且要做几代人 香港是什么 接着香港可以是什么 可以是什么 可以是什么 和后面应该是什么 两者之间有些差别 但是差别很大 可以是什么 就是以客观的环境为前提 可以做到什么 有些做不到就不要做了 不能做了 可以是什么 就是未出现的 应该是什么 就以我们所谓主观的愿望为主 应该是这样 这件事是很重要的 毛泽东如果没有这件事 他只是可以是什么 中国可以是什么 他不会想到中国应该是什么 就不会有毛泽东 不会有孙中山 不会有洪秀全 很多的改革 很多的革命 很多的时代 那个大的转变 都是由应该是什么 那里推动 在那里开始想 再回想 可以是什么 我想回想回想 现在是什么 这个在哲学上 这个是一个不同层次的过程 这个就是所谓的革命哲学 香港 接着就是 香港是应该和可以做些什么 目前来说 应该和可以做些什么 去探讨和表达 香港是什么 香港可以是什么 香港应该是什么 在这方面 香港应该和可以做什么 这个可以和应该在一起 这个就是 一句说完我的香港学 那个 高度概括 高度抽象的 但对我来说 很实在的 一个内容 一个定义 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 这个是不是很抽象 今天就是 ABC加一 即是四部分 ABC各自一部分 一就是再加下去 就是总共四部分 我印给大家 会看到就是 香港源流和背景 那 接着那句就是 很大 文字成熟以来的人类大历史 知不知道人类 文字成熟是什么时候 文字 文字 现在大致上看到的 就是一般来说 大概是 有富豪 就是动物里面那些 马、狗、杖、武器、猎人 刀枪劍击 那些 不过不是 那时候没有刀创劍击 那时候没有石器 就是那些 新旧石器时代 那些武器 那些树枝 之类之类 转成文字 大概是七千年前 七千年前 开始 就是图像符号 变成文字符号 这种很重要 这种很重要 如果不是这样的转变 如果不是文字 我们不会有今天 因为在这个文字之前 人类的表达和沟通是靠什么 声音 那时候没有录音机 所以一说就消失 不能处存 大家只可以叫的 即使你有语言 其实那时候我会说 没有文字 怎可能不有 Anyway 可以有唱歌跳舞 宗教 儀式 拜神 原始宗教 那些下场 现在还有很多 National Geographic Discovery 很多很多 走去非洲 哪里 找那些人出来 有些地方是没有文字的 但是它又有很多 很多这样的符号 服饰 儀式 之类之类之类 通过这样的音 影和音 就不是通过文字去表达和沟通 是很有限的 是吧 就是文字 可以表达的东西 可以沟通的东西 而且最重要最重要 文字可以沟通文表达的东西 是多很多 因为它将这个 形象和信息 浓缩到一个字里面 有些笔画 一幅图 山 本来你画成一幅山 像 很多笔画 你将它高度浓缩到一个山字 一个笔画 就是象形文字 后来西方的拼音文字 另一个阶段 象形文字是将复杂的现实现象 浓缩到一个很简单的笔画一边 是吧 接着 它能够表达 用这个简单的笔画表达 外面的丰富信息 内容 就会丰富很多 还有更重要的文字作用就是 左腰 跨越时空的作用 什么意思呢 跨越时空 即是可以传代的 由这里 讲话传到什么呢 文字可以超越这样的空间 传递的信息 超越的时间 这一代传给下一代 储存之后 你想想想 有了这种超越时空的传递方式 而在超越时空的传递空式 的过程里面 中间那些人 可以加很多 他可以感受 可以领略 然后他从自己的生活里 再加些东西 丰富 整个表达和沟通的过程 然后 跨越时间 一代一代 所以文字 作用和声音 差很远 而我 说的文字成熟 就是大概三千年前 古希臘 中国春秋战国 埃及 中东 美索北达玛雅 那里 两河鲁域 那里 这一集突然间 其实 几乎同时 是兴起 几度的文明 我觉得都是和文字有关 如果没有文字 不会有那么多 而很奇怪 就是差不多同时去 好 那和香港现在有什么关系 大家会不会这样问 说了七千年前的东西 三千年前的东西 和现在香港有什么关系 我觉得很有关系 不过那些人不知道 林顺雷不知道 和林顺雷很有关系 和董建华很有关系 和温家宝 胡锦造也很有关系 和奥巴马也很有关系 因为表达和沟通 的思维 就是 声音和文字两者之间的差别很大 而AO基本上是文字沟通 他们口头不可以 或者用英文 用英文方式去做 英文是拼音文字 字母文字 中文之间也有很多差别 其实 回归之后 譬如周德希 那些东西 以前用英文想法 现在用中文说 说不出口 说什么就是错什么 差不多 第一 词汇评乎 词汇评乎 表达方式 结句子 结构 syntax 完全是另一回事 突然间 6月30日 7月1日 split second 一秒钟之间转一转 你要转就转不到 那些其实是讲几代人的转变 他们一夜之间要搞定它 这个呢 就是跟文字 跟哪种文字之间 有一个差别 那你会见到 曾伦奇有时候讲错东西 其实我相信 他一边讲的时候 一边知道自己讲错 但是没法子hold back 没法子hold back 没法子hold back 没法子拉住自己 没法子不说 因为口字自动去了 很多时候 任何的决定 任何这样的 decision making 尤其是 做了几十年的事情 你的看法 想法 反应 基本上是个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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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能反应系统 什么是个反应系统 什么是个反应系统 Reflex 定义是什么 哪有读biology 是个反应的 是个反应系统 什么是个反应系统 有点 是个反应系统 所以說林歲年是人肉錄音機 其實這個名詞真的很好 真的很好 這個名詞真的不知道是誰想出來 是否玉敏 因為恰如其憤 我這樣說又充滿同情 我充滿同情 大家聽下去你會知道我講的東西 剛才說了無論誰做都會類似 人在歷史階段裏面 你就夾在歷史階段裏面 不過我覺得 無論誰夾在歷史階段裏面有一個大的分別 就是你自己怎樣看自己 你的self reflex 你的self consciousness 是怎樣 這個很重要 如果你知道自己在歷史階段 你的反應就很不同 即使是這麼難搞 你都會有一些dignity 反過來如果你對那個問題沒有認識的話 甚至認識錯了 林水倫的最大問題是他認識錯了 跟董建華一樣的相反方向 當他知道我正在做這件事是難啃 林水倫就極力想把難啃的東西 香港人難啃的東西當作質香港人吃 應該是這樣 沒有理由不是這樣 這件事本身就是天經地義 大家記不記得這句 這句A.O不會說天經地義的 但他會做 去到這個時候他會做 政治化之後他會做 他會做 林水倫就是想說給你們聽 這些是天經地義 應該是這樣 沒有理由不是這樣 理所當然 理應如此 不如是天經地義這幾個字 大家這幾年少聽了 哪幾年最多 董建華那幾年 董建華那幾年 兩三年來聽了一次 天經地義理所當然 不信任他錯的地方 跟董建華一樣 不過他就不會說天經地義 這樣的說法 他經常認為道理在我手 我是正確的 你們反過來不同意見 或者反對你有自己的什麼什麼 你是你們的錯 不是我的錯 是你們的問題 不是我的問題 然後就極力掙扎 去找些位置想打回頭 大家有沒有留意 他整個反應方式就是這樣 結果他每一次 衰大鑊的時候 通常就是打攻別人 那時候被人打回頭 或者自己打回頭 在二十年前 我經常寫文想起一件事 那時候是說大陸的官員 張俊生、周南那些 周南我就不跟他熟悉 我沒有跟他見過那麼聊天 張俊生就聊過幾次聊天 陳左耳、魯平那些聊天過幾次聊天 但那時候我覺得他們做的事 經常就好像躺在床上 然後向天吐口水 結果結果會怎樣 結果會怎樣 結果會口水跌回自己的聊天 結果會口水跌回自己的聊天 第一部分就是講文字成熟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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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部分就會比較香港開埠之前的背景 香港前傳 你可以說香港前傳 香港在開埠之前的人類歷史的東西 對於我們這十幾年是有關的 我在街頭看到的相關性 B那裏就是開埠之後的東西 就是百多年… 一百多年…一百多年…一百多年 是七十年…一百多年…一百多年…一百多年… 看你怎樣計算 四一四二…四零…四零四一四二 因為中英不同的歷史觀有不同的計法 你用臨 FOR一百四二 你用川百慧就是之前 第一部份A是一百七十年前的东西 B是一百七十年以来的东西 C和B都是一百七十年以来的东西 不过有点不同 前面讲的实际一点 政治经济、经济发展、转型、人口流动 这些是教科书里面常见的 不过我和一般教科书不同的地方 我会企图有一些综合的描述和论述 如何形成的过程 不是纯粹的历史事实 我会有自己的揣摄、演绎和论述 C就是一百七十年内的人民意义 这个抽象一点 这个抽象一点 它的意义、文化、课题 C第四部份 就是香港学、中国学和世界学的一脈相通 香港的前景应该做什么 这个就是把A、B、C三部份合在一起 去看 我现在再重复 因为我寫文到现在 这几年突然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就是我讲的东西用一些名词 怪鸡名词之以之类 接着那些人 会执来用 然后跟我讨论 或者有反应的时候 通常我写了十年八年 写了几十次 那个名词重复了几十次 所以我现在有一个方法 就是不断重复我的事情 同一个场合都会重复 现在就重复了 第一部分就是香港的内力背景 由文字成熟开始到现在 人类共通的历史 这个里面我有一个自己想到的 总结到的一个历史观 在里面 就是人类史观 你可以说 七千年的人类史观 A部分 B就是发展形态和体制 这个institution 体制的意思就是institution 结构性的东西 它的城市啊 它的建设啊 它的政治啊 它的法治啊 它们的司法啊 它们的商贸经济基建 城市规划 如何一步步地发展出来 资源如何来 香港没有资源 除了harbor之外 如何充分利用这个harbor 这个海港 在历史阶段里面 人来到香港 如何形成了香港这个 我叫它做做multi institution 一个working system 第三部分就是文化意义 人民意义 B那里我有一种看法就是 香港是将 垃圾堆变成罪宝盘的 我曾经写过几篇文 就是说这件事 所以垃圾堆的意思就是 在英国它本身内部有分的 英格兰 苏格兰 爱尔兰和威尔斯 是不同的 苏格兰 就是等于我们 中国里面的 不是中央的 苏格兰 要发展 就是要外面找食 大家知不知道这个背景 其实英国的殖民地 UK的殖民地 英格兰那群人在家里 享福 出去打三打四 多数是苏格兰人 爱尔兰人 匯丰银行是苏格兰人 做的 买鴉片很多是苏格兰人 克林顿的布殊 先祖是爱尔兰人 走去美国那边 即移民那边 这些人 在英国来说 属于次等公民 在自己本身的精英建制里 很难搵食 要出去外面搵食 等于我们中国人 沿海 福建广东 武田 武田的时候 要去南洋 买猪仔 或者去哪里做苦工 开铁路 一样 但是这个 不同历史阶段的人 最明显的是 每一次 中国有大灾难的时候 人们就涌来香港 这百多年 最明显的是 49年后 49年前后 第二次世界大战 45年世界大战完结之后 49年中国建国 中美人民建国 素地出面的那班人都走到香港 上海 福建 广东 那些 地主也好 商人也好 農民也好 这些人在49年之后的中国 属于黑五类 这些是 对它来说 是旧社会的渣宰 旧社会的垃圾 无论是知识分子 总之有钱有知识就是垃圾 就是49年之后 最极端就是文革 整个国家的反智 这些知识 这些资源来到香港 就是刚刚利用英国人建立的制度 将香港变成这样 这基本上我是整个第二部分的理论 所以我里面不是纯粹是一个历史的factual 我有自己一个概括 一个论述 这个论述就是垃圾堆变罪保盘 好了 这部分就是罪保盘 里面有什么意义呢 为什么大陆不行呢 或者是香港 百多年来解决了 中国人这些200年 面对西方 问题 中国无论处理的问题 明白吗 这二百年 中国 由 麦卡尼 就是乾隆叫他跪在那儿 他不肯跪 那儿开始 二百多年了 已经 中国面对西方的压力 跟着鸭片战争 去处理这个问题是一个现代化的问题 第一部分那里有关的 其实三部分那四部分都互相有关的 当我说到A的时候 文字胜熟以内的人类大历史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现代化 所以千年未有的变局 因为 张之中也说过 千年未有的变局 以前通常就是 中国文化是内在自生的 中文化的文化 他自己在本土生长的文化 扩散出去 去韩国、去日本、去东南亚 而不是被外面侵入来之后改变他 当然有些人说不是 佛教和唐朝 李世文是外族来的 不是汉族 那里就是文化融入 丝绸之路 欧亚大陆桥那里有很多 中国文化不是那么封闭 自己内在的完整 和外面有很多联系 以前有陆上丝绸之路 接着有海上丝绸之路 但无论如何 相对来说 中国是所谓continental culture 大陆性文化 大陆性有大陆性气候 在地理上 所谓大陆性气候的意思就是 极端化 极高温、极低温 continental climate 有没有读过作用 你也读过作用 continental culture 也是这样的 极无限远 无限现实 这是continental culture 和continental climate之间 有双类似的地方 另一个continental culture是哪里 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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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陆 都是continental culture 这个基本上是很standard的叫法 和英国不同 英国所谓Oceanic culture 法德 尤其是法国和德国 最明显的是continental culture 最大的分别就是 continental culture 是讲终极性的 Ultimacy Absolute 法国就是Lomantic Absolutism 浪漫的极端主义 极端主义的意思就是 最后一件事就是唯一正确 没有其他相对性的事情可以质疑它 或者否定它 或者加一些东西给它 那就是absolutism 你如果说absolutism就是这样的意思 到最后最低层次很现实 最终极的时候 continental culture会说什么呢 会说人性 human nature 讲ontology 讲本体性 什么叫本体性呢 就是人是怎么来的 最后去哪里人的本质最终极是什么 其中一个最明显的就是宗教 宗教就是讲本体性 ontology的东西 O-N-T-O-L-O-G-Y 英国呢 就不喜欢讲ontology的 整个英国文化 科学的发展 自由 经济 民主 其实都和这个有关的 德国和法国的 讲human nature 讲终极性 讲绝对性 它走法到一个现代化 是经过很痛苦的 法国大革命 在大陆来说法国大革命是好事 在西方来说法国大革命是好事 大家看到吗 Tarles Dickens The Best of Times The Worst of Times 法国大革命皇帝都要上电头台 接着德国更厉害 德国的转型文化转型 要打两次世界大战 两次世界大战 都是他发动的 一次不够还要做一次 有人从这个角度去看 从文化 单元的极端的文化生命 要转成一个现代化相对的文化生命 的转型过程 另一个例子就是日本 日本也是这样 现在有些人开始看中国是否这样 这是第四部分 香港、中国和世界学 把香港放在整个中西文化的大环境里去看 到底到底香港解决了 中国这二百年来面对西方 带来的千年变局 有哪些问题解决不了 到现在都解决不了 大家看看大陆现在 而香港就解决了 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廉政 法治、行政、社会秩序 甚至很多排队 排队 大家可能觉得很简单 排队在说一个社会 在机会有限资源贵乏的情况之下 怎样使得最多人有秩序感 最公平地得到每一个人想得到的东西 但是你要每一个人付出少少代价 排队 甚至最后接受结果 排队的时候 去到那里就没有了 下一次再来 你要对这样的制度有长期的信心 大陆现在没有的 我排什么队啊 那些官 今天不贪明天没有了 明天我下台的随时 对那个制度本身 没有一个信任 没有一个长期的信心 没有一个长期的信心 就是这样的认识 大家就逗牆 很多朋友去到大陆 即使那些知识分子 去到大陆买书 哇 櫃面那里拐着十多二十个 如果你买书 你一定要跟人拐 要不然你根本就卖不去 因为你排少少队 跟着其他人就拐过来 这类这样的东西 其实是不仅是排队的 一切的权力、利益、机会 社会如何集中上来 如何政府管理 如何分配给这些人 同样一个道理 就是说 你每一个人要 付出少少的代价 在这个制度里面 对这个制度有商量 这个制度值得你信任 当然 通过某些秩序 大家共同认同的秩序 去完成分配工作 什么法治都是这样的 廉政都是这样的 教育都是这样的 全部都是这样的 这个牵涉到一个最基本的问题 就是个人和群体之间的关系 个人和群体之间的权力和利益 如何集中上来 如何再派给大家 一个社会一定是有利益和资源的集中 因为我们要共同面对一些问题 要交税 这个是资源集中 那些税怎么用 用上来派给谁 谁得到税收所造成的公共设施 基建的利益 包括有型的道路桥梁 无型的教育 这个过程就是一个 将资源集中 再派出去 这个过程 这个过程中 牵涉到很多很多文化历史的问题 因为我们现在讲香港这套 集中和派的方法 集中 大家有没有留意 因为香港承接英国的议会传统 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政府收任何一线的税收都要立法通过 这个是什么时候在英国开始 现在我们立法会是这样的 大陆是什么 什么时候可以是呀 为什么不可以呀 为什么什么时候才可以都不知道呀 里面有千千万万的问题 只是讲这个例子 这就是私部份 从实际的政治体制 机制的运作 利益权力的集中分配 看到文化意义 人民意义 因为我们现在这种方法 香港现在现有的这种方法 是跟中国很不同 近西方多于近中国 中国 是吧 好了 接着问题就是问 你回到A那里 人类历史 这样的 一个个阶段 为什么那时候会这样派发 那时候怎么收发 那时候这样派 什么时候由A型 转成B型 转成C型的 收钱和派钱的方法呢 这个里面有很多很多历史 死了很多人的 转一转的方式死了很多人的 打仗打了百年 可以 那香港 其他地方 或者伟大的地方 就是我们不用打仗打了百年 鸦片剪刀一次 跟着 就以最少的代价 得到 人类历史 可能打一百几十年 才能得到的东西 而中国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能得到的东西 甚至倒转头 现在到了一个地步 中国不认为这个问题 大家不要留意 最近十年八年 不认为这个问题 这是你们的问题 这是你们用西方的观点 西方的标准 放在中国 因此乎就在说 中国有这些问题 中国根本没有这个问题 我们有自己的国情 我们有自己的模式 一套历史观 什么问题 现在开始 十年八年开始 有这样的观点出来 开放改革 初初二十年就不是这么说 不是的 哇 接着要跟世界接轨 学香港 学世界 学台湾 学加拿大学 新加坡 学美国 学日本 什么都要学 就是说中国自己 很多人不行 要学 现在不是了 香港国家成功了三十年 证明中国模式 而不仅是在中国成功 而可以成为 世界发展国家的模式 主导整个世界 这个里面 很多很多的 课题 这些课题 都是跟人类历史 息息相关的 不仅是跟香港历史 中国历史 是跟整个世界人类历史有关的 就是一个民族 一个国家 一个社会 如何看 Speaker ろう 自己历史 第一次 如何看自己的社会 如何看自己的運作 如何看自己的传统 如何看自己的传统 如何看自己的имо gua 人家的时候怎样跟人家比较 在和平时期可能是大家学我学你 吊砖头 不和平的时候就打人打去 其实打仗的意思是什么呢 打仗的意思是除了抢夺利益 一般来说香港人打仗 其实就是抢夺利益 抢夺资源 抢夺地方 其实那个是打仗最低的层次 没有一个国家 我相信 看历史也是的 无论是日本打中国或者什么都好 不会说我要抢你的资源 不会这么说的 日本人打中国是什么 我给你一些好东西 我们来大东亚共援圈 记不记得 西方白人欺负我们黄种人 我们黄种人 我们日本是黄种人之中第一次 第一个 脱亚入欧 大家见过这四个字吗 脱亚入欧 脱离亚洲落后的 未开化的文化状态 进入西方欧洲所先进的文化 脱亚 脱离开亚洲 进欧入欧洲的文明水准 我们现在带你来中国 一起黄种人 砌低白种人 超越白种人 一切的战争 所谓撕出有名 一定要有大道理 而某个程度上 我相信这个大道理不须不须是借口 一定要撕出有名 我说大道理 什么叫大道理 就是我给你好东西 德国是这样 日本是这样 殖民地是这样 帝国主义也是这样 在西方的殖民地和帝国主义最厉害的时候 白种人是一种想法 叫做white man's burden 白人的腐类 或者白人的淡子 我要请教情人类 尤其是宗教性那些 就是耶稣会 很厉害的 华人的耶稣会 他们认为要拯救人类的灵魂 这班人 亚洲人 不信上帝 将来落地獄 我要救他们 等他们将来上天堂 叫他们信主 将来上天堂 这是任何战争 我相信尚未知 尚未在原始时候 未有文字的时候 几千几万年前 那些人都是这样想的 或者不知道呢 可能当时只是想着 抢你的东西 后来有文字之后 所以我认为要有很多选择 而这些选择 我相信是很大的选择 只有这些东西 才可以发动到全国 全民一起去做这些东西 如果没有这些 那么勁丑的大道理 就像文革大约俊那样 你不会搞到全民一起去的 你一定要去到 人类最终极的精神灵魂 终极意义那里 你才可以 叫那些人一起 犧牲眼前的利益 打仗要死人的 你又抢利益 大哥 没抢来就已经死掉了 死了多少人 日本人也是 德国人也是 任何一个国家都是 所以 跟着下去 可能中国会面对一个问题 是不是一个无色之争 无色之争 就是说 怎样把自己的好东西给人中国模式 现在说流行 说北京共识 说中国模式 美国 他本身都是 他本身 周围去 他一定 还有10分钟 OK 不好意思 没有时间给大家 留点时间给你们 美国人会去全世界都是这样 把民主什么什么全部给你们 会不会下一轮轮轮的中国呢 这个就是ABC加1的部分 香港学、中国学和世界学的 香港怎么办呢 我觉得就是香港应该认识的问题 做不知怎样做的了 老实说这些事情 不过认识的问题就是我刚才所说 认识的问题是做正确的事情之前的必需条件 认识之后不一定可以做到正确 或者做到事情 不认识就一定做不到 大致上我今天要讲的事情就是这么多 看看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 或者意见可以大家讨论发表的 还有如果有兴趣就可以报名吧 还是有什么问题 那么 就在我们对于一家工作的地方 今天我想去问一件事情 你提到一个问题 就是 基本上AO的系统 在香港来说 是一个非常之成熟 一个善良的系统 就是他们一个执行者 即执行得非常好 如果不断说 應該不是一些execution的能力 要求的是一些在高層上 想想應該怎樣叫executioner做事的能力 中間就有個mismatch在這裏了 哦 是的 局長都需要你所說的 局長都需要policy making 然後那個policy making 是因應一個社會 其實policy making 你如果有一句說話 說完就是政府和社會兩者之間 那是兩件事來的 即是政府一件事 社會一件事 政府和社會之間 那個關係怎樣流動 那個社會的要求怎樣進來政府 政府怎樣看社會不同 各種各類的要求怎樣整理 變成一個政策 這個就是policy making 這個就是政治化的過程 這個跟AO所做的事 其實是很不同的 所以局長其實就需要你所說的 立法會議員的功能 我不想去強迫你的結論 但是這樣是否意思是 by implication 其實公務員不應該做局長 公務員不應該做立法會 業樓或者 會不會是他們本來的 functionality 方面 已經有個問題 他們可能by training 就是不適合做這件事的 這個就牽涉到另一個問題 就是議員 你可以由選民去決定他不適合做 但你不能在憲政上或政策上規定 這些人不能出來選 我覺得要個別 一般來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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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個別 個別有些例外的 還有另外就是 任何選舉 你都說是一種 一個choice among possible choices 那裡的問題 就是說當時選舉的時候 如果全部都是公務員 你都會選擇相對適合的 你看看有沒有其他選擇 是的 我覺得這是一個結構性的問題 就是他一輩子做了三至十年的AO之後 你也叫他轉上來做議員 其實是很勉強的 很不同的 而且他分到剛才那一個問題 就是如果他知道自己很勉強都更好 葉劉不知道自己的勉強就更大 現在另外一個 不要只說公務員AO 梁美芬 你會看到他是學術界 他不是什麼 他以前是記者 都算略略是民主派那邊 就是很久以前 但是他這次你會看到 他完全是一錯再錯 就好像林瑞倫一樣 錯完一次之後再錯再錯再錯 最後一刻他還學了一些很基本的競選伎倆 發過聲明出來 然後就說 我建議政府接受了 近乎爭取成功那類的東西 哇大哥 人家不提 你不要自己提 你竟然這樣 這就是犯了一個基本的毛病 就是不知道遊戲性質 遊戲規矩 遊戲的整個過程應該是怎樣的 有沒有其他朋友 隨便 你不一定要問問題 大家聊一下 你看一下你的看法 你聊一下 這個過程 我們會先開個B那個先 因為我們聽了B那個 其實三個題目是不同的 開A、B、C 誰先開是沒所謂的 所以我們這次先開個B 可能是 因為B是比較實在一點的 A就是天馬行空的 在講7000年的人類歷史 由中西文化比較 古希臘到春秋 然後就由文化交流 大陸橋 大家知不知道大陸橋 就是Eloasia 歐洲和絲綢之路 絲綢之路 不是海上絲綢之路 那裡是大陸橋 然後去到中世紀西方的政教合一 中國就是王朝去到1911才停 中間就是西方文藝復興 之後的現代化 所發生的事對全世界的影響 如何打到中國 中國如何回應 如何鴉片戰爭 然後產生香港開埠 這裏是A部分 B部分就是開埠之後 八七十年 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發展 怎樣利用世界的每一次危機 其實香港是發世界的災難財 就是發災難財 中國的災難 世界的災難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香港是成為一個重工業的地方 大家不可以想像 香港經常講輕工業 紡織、資源塑膠之類 不會講到重工業的 實際上有一段時間 香港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 重工業很厲害 造船 現在你看到造船補船那些 肯定是重工業 這麼大舊 現在船路變了地產 香港是中國的災難財 發世界的災難財 想聊聊天 不用問問題 B部分就是逐個階段 一大部分是說經濟轉型 怎樣由商貿變成重工業 變成輕工業 變成世界工廠 其實香港那時候是世界工廠 紡織業和中標 大家知不知道 香港曾經試過是世界中標第一架 牛仔褲襲衣服那些不用說了 Rio Goodstead 就是以前CPU的那個Head 香港的紡織業和牛仔褲襲衣服 打低了英國的紡織業 金融體制 另外那個管治體制 其中一個重點就是 我會認為英國人在香港 那個體制基本上是十九世紀的政治和經濟體制 我們說的香港沒有民主 其實香港有間接民主 就是香港出現的問題 英國國會那裡都會過問 這個其實就是那個民主機制 在英國對香港產生間接又間接的一些影響 因為很多人尤其是左派或者大陸 認為香港的成功和民主無關 其實不是的 民主和法治如果沒有民主 其實根本就不斷斷斷斷斷 另外現在講到民主更加明顯的間接又間接的關係 就是香港的問題 所以曾經曾經試過很多次去英國國會 香港麥理號之所以建屋 建教育之而此類 其實是英國政府逼他的 當時是工黨執政 這裏就會見到這樣的關係 也都會講到香港那個 大概十年八年左右有一次危機 這就是香港那個社會的運作模式是怎樣 因為它是殖民地外內的政權 它不會想著在這裏長久 它隨時可以走 它無需負起一個責任 它最重要是香港不要產生任何的財政負擔給英國 這就是變成香港的財政管治的哲學 不可以給任何負擔給 要不然殖民地都要做什麼呢 做家就麻煩了 他們想著在那裏賺錢 不會想著會泵錢 這個就是那個財政議說 那個基本的哲學 但是反過來 然後剛剛這個在我們現在說上來的不好的政策 就造成了香港的整個管治模式 這個管治模式和中國人的管治模式剛剛相反的 中國人在最高層那裏把全國的資源收完 大陸的講法叫統一購買、統銷 這是在開放過架之前的激化經濟 統購、統銷 你想想 全國十億、八億人 一切的衣食住行、一切的物資、一切的政府統一收購 然後統一派出來給你 中間的過程 你不是用市場自由經濟去調整 你用國家去計劃 怎樣集中 怎樣派出來 中間的過程 那個消耗和成本 真是難以估計 香港就剛剛跟他調轉來 我想問多個問題 剛才你剛剛在左派論述 其實就有關香港學這件事 其實如果我現在走去一間 由三聯書店 一路去到科大的圖書館 我想找一些日關香港 其實近幾十年的歷史的時候 發現經常性一次又一次地 是讓我看到一些國內來的一些 即是國內人對香港的研究 然後他們對香港的論述 我打開這本書 和我心目中在想的都相當不同 其實作為香港人怎樣 在香港學方面留回我們香港人的論述 我現在在做 我現在在做 希望大家努力 就香港本身的事 連繫到更闊的層面 其實現在開始有些不少 即是領南 或者是科大 或者是城大 他們有一班人 80後90後或者70後那班人 是在做這件事 你會見到 今次的提選機制也是 有幾篇文章 不只是看這件事 不只是罵 林遂和愚蠢 而是一層層地 將香港的處境 放在 十幾二十年 幾十年 一兩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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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是我做的 不是 放在幾十年 那個 context 去分析那件事 現在其實很多人在做 應該 不過不是整體系 現在研究香港最整體系的 就是 就像你說的大陸那班人 那班人 《香港概論》 那兩本書 《陽奇》 那兩本書 就是全香港百多年 最完整的香港論述 那裡就是 開放改革需要 和收回香港需要 那你會見到 整個看法寫法 都是從這兩個角度出發的 而它的局限 都是在這裏 而甚至我覺得 香港現在政策 中國大陸 對香港的政策 或者是 官員很多問題 其實是和那兩本書有關的 那兩本書是 代表了世界 代表了問題 那些人就在那個問題裡 去做事 結果那個是不足夠的 甚至是錯誤的 現在出現的問題 其實大陸政策 對香港 我相信那兩本書的影響很大 謝謝 謝謝 熊博四 你好 就回那位朋友說 我也看過那些 由大陸人寫香港的書 我也看過 因為我比較法政方面 有些法政學家寫香港的法政 我覺得它好像有些不進不實 如果 據你所知 其實香港有這麼多聰明的人 留學回來 有沒有人願意去 從政治 經濟 這個角度去寫呢 我發現 很少 因為現在學術界 基本上他們要生存 要升職 要保衛 要出論文 九七前後 國際 journal 都可以出到香港論文 香港題材的論文 香港課題的論文 但是 這幾年 你只寫香港 沒有人登你的 只寫香港 你要聯合中國 所以我經常建議香港自己出一本 journal 但是 講了十幾年 都難以成事 但是坊間有一本 應該是本土論述的 有本書 那些學者 他們都寫了很多 例如 寧南有些教授 已經在研究 例如說 香港管治的 其實 跟殖民地有很淵源的關係 所以有很多問題 就是剛才你說過 有些 今天的管治問題 就是曾蔭權 因為殖民地所影響了 他導師今天的問題 但是 我覺得 仍有很多 探討的地方 就是 現在回歸了之後 給我的感覺就是 香港其實一直很想 融合大陸 就是 怎麼說 很擁抱 我用這個擁抱 這個字 然後回去 但是其實 我覺得大陸又不是想 你 怎麼說 好像很擁抱你 其實他又想說 你自己 兒子 你已經長大了 你自己 謙適 不要擁抱我 那種感覺 那 熊博士 你怎麼看 其實 我覺得 香港和大陸 那個關係 很微妙 就是 我們有很多 是一廂情願 很想擁抱 但是大陸 好像覺得 不要黏起來 你自己搞定 你自己 但是當然他有些事情 他拿得很緊 有些事情 外交 軍事 他當然拿得很緊 就是 那個關係 我覺得現在 香港人依然 這個定位 對峙的定位 在兩地 中港兩地的定位 定得不好 所以產生很多矛盾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 八幾年殖民地的劣根性 劣根性 就是賺食最重要 因為難民移民 其實很重要 就是 要過日子 要生存到 這個就是八幾年香港 雖然我們對制度有信心 就是知道排隊 明天還能排 今天排不到 但是我們對於 怎樣原理 整個香港社會的運作 各方面 是沒有自己的一些形式 不知其言 甚至不知其所以言的 買版式的殖民地的依複心理 依賴心理 還是很強 不過就是某個程度上 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 你以前依附英國人 都叫做走在人類前面先進一點 現在的依附那個 不過 是不是倒退呢 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是九七年之前很多人說的 但是現在大家已經大勢所摧 就是 認識被人強 這樣 反過來你又沒有法子 自己的看法 自己的論述出來 幫大陸說 這個就是八幾年香港人的一些不足 他沒有法子把自己香港的一套 香港是什麼 就是剛才我們所說的 沒有把這套的說出來 網上任人說 沒有回應 所以黃江亞說 香港難讀的書 我寫了一篇文章 香港根本這本書 是未成文字的 我印了給大家 香港是否未成文字 是無字的書來的 在現實裡有 但未變成文字 現在香港學 希望可以做這件事試一試 差不多了吧 啊